同学你好 我们这次课介绍霍乱 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的长篇小说 霍乱时期的爱情没有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哥伦比亚的霍乱流行时期 小说的男主人公 佛罗伦蒂洛阿里萨 在鼓足勇气把情书递给她的花冠女神 等待回信的日子里 开始变得寡言少语 茶饭不思 辗转反侧 夜夜难眠 还腐泻 吐绿水 晕头转向 还常常晕厥 母亲以为她患上了 当时令人痰之色变的霍乱 作者马尔克斯 用令人恐惧的霍乱 影射爱情 似乎告诉人们 爱情虽然很甜美 但它折磨起人来 也会让人生不如死 而剧烈腐泻和呕痛 正是霍乱的典型表现 我们这次课就介绍一下霍乱 它的发病原因 霍乱是一种古老且流行广泛的烈性传染病 属于国际减移传染病之一 也是中国法定管理的甲类传染病 它可引起流行爆发和大流行 霍乱的临床特征为剧烈腹泻 呕吐大量米干样排泄物 水电解质紊乱和周围循环衰竭 严重者休克 可并发急性生功能衰竭 历史上霍乱有七次大的流行 我国每次都是重灾区 霍乱的病原体是霍乱胡菌 关于霍乱胡菌的生物学性状 在显微镜下 我们可以看到霍乱胡菌呈弧形 克兰染色阴性 具有单根边毛 穿梭样的运动特点 活菌在显微镜下观察 呈鱼群样排列 有菌毛 个别有夹膜 没有牙包 霍乱胡菌的生长 对养和营养要求不高 坚性艳养 养气充分生长良好 对碱比较耐受 不耐酸 在碱性培养基当中培养 形成光滑湿润的水滴样菌落 能在无盐的培养基当中生长 这个特点可以区别于 其他的胡菌 霍乱胡菌分解葡萄糖和折糖 产酸不产气 触酶 氧化酶 硝酸盐 还原 电机脂试验都是阳性的 用硫带硫酸钠 柠檬酸 胆盐 折糖 也就是TCBS平板 来进行培养的话 霍乱胡菌 因为发酵折糖 菌落成黄颜色 而其他的胡菌 菌落成绿色 依据霍乱胡菌 欧抗原 可以分出来200多个血清群 引起霍乱的是 欧一群和 欧一三九群 欧一群包括古典生物型和 I-tau生物型 两个生物型 前六次世界性 霍乱大流行的病原体 是欧一群古典生物型 始于1961年的 第七次世界大流行 累积140多个国家 由欧一群 I-tau生物型引起 始于1992年的 霍乱流行 由欧一三九群引起 霍乱胡菌的抵抗力 比较弱 怕干燥 在水环境当中 可存活两周 怕酸 正常胃酸当中 仅存活四分钟 不耐热 100度一到两分钟 即可以死亡 对消毒剂 抗生素比较敏感 霍乱胡菌的 致病物质 主要包括 有利于细菌 穿过黏膜表面 黏液层的边毛 黏液素酶 和负责在小肠定值的菌毛 剧烈的腹瀉 由霍乱 肠毒素引起 霍乱长毒素被认为是最剧烈的致蟹毒素 由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霍乱长毒素的作用机制 霍乱长毒素由A和B两个压单位组成 一个毒素分子由一个A压单位和5个B压单位组成多具体 A压单位又可以分为A1和A2两个态链 两者依靠二流件连接 A压单位为毒性压单位 其中A1态链具有霉活性 A2态链与B压单位结合 参与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 B压单位作为结合压单位 能特意地识别肠上皮细胞的受体 霍乱长毒素作用于肠细胞膜表面的受体 受体由神经结干脂GME组成 B压单位与受体结合 使毒素分子变购 A压单位进入细胞 A1态链活化 进而激活腺肝酸黄化酶 使三磷酸腺肝转化为黄磷酸腺肝 细胞内黄磷酸腺肝浓度增加 导致常年膜细胞分泌功能抗净 大量体液和电解质进入肠腔 而引发剧烈吐泻 由于大量水电解质丢失 可发生代谢性酸中毒 血循环衰竭 甚至休克死亡 霍乱胡菌所导致的疾病为霍乱 是甲类法定传染病 它的传染源是病人粪便污染的水或食物 传播的途径是由粪口途径进入到人体 在临床上 霍乱的潜伏期约2-3天 前驱期症状不明显 少数有轻度的吐泻 腐胀不适 吐泻期表现为剧烈的呕吐腐泻 米干样粪便 每日数十次 持续2-3天 湿水可达12升 进一步发展 进入到脱水期 严重吐泻引起水电解质平衡紊乱 酸中毒 胜衰 循环衰竭 休克甚至死亡 患者出现神志不安 淡漠 眼窝下陷、猪状腐、肌精卵等症状 吐泻停止 可以进入恢复期 紊乱纠正 症状消失 病人愈后可获得牢固的免疫力 霍乱胡菌感染的 维生物学检查与防治 由于是劣性传染病 霍乱的早期快速准确诊断 对防治蔓延意义非常大 标本通常取米干样粪便或者是呕吐物 专人护送快速送检在指定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悬堤法或暗视野显微镜观察穿梭样运动有助于诊断 分离培养鉴定是精标准 快速诊断可以用荧光菌求法 SPA协同凝击试验 霍乱的防治原则包括 加强国境减移 加强水源及粪便管理 及时检出病人 隔离封锁移区 去霍乱移区的游客建议接种疫苗 补充水电解质用于治疗 抗菌治疗能减少排菌量 缩短排菌期 目前世界上霍乱流行的地区 主要是贫穷和卫生条件差的区域 所以改善经济和卫生条件 接种疫苗是世界卫生组织 2030年消灭霍乱全球路线图的关键所在 关于霍乱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